黄花鱼怎么炸在外焦里嫩 董哥今天教会你 新鲜的黄花鱼 用剪刀剪开肚子 去掉鱼鳝鱼鳞 去掉内脏 刮掉黑膜 冲洗干净控干水分备用 控干水分的黄花鱼放入盆中 加入葱 姜 八角 花椒面 加入料酒 胡椒粉 适量的盐 抓拌均匀腌制18分钟 现在调一个炸黄花鱼的糊 三勺玉米淀粉 来一点色拉油 适量清水 搅拌均匀 来一点的盐调味 跟视频这样成酸奶状就可以了 热锅凉油 油温烧至六成热 将黄花鱼放入调好的糊 一条条下入锅中 黄花鱼下锅后不要急于推动 轻轻晃动锅底 防止粘锅 定型后 用勺子轻轻推动 炸至微黄 捞出 由加热到七成的油温 将黄花鱼下锅复炸 炸至外皮金黄 捞出控油 撒少许的花椒盐 装盘即可 喜欢的家人点赞加关注 董哥每天分享美食 明天见